You sent me a card from paradise with coconut trees 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呢 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我之前收到了一個小禮物 就是這個可愛的箱子 它叫做QBOX 今天除了就是要跟你們分享這個之外 裡面有什麼東西之外呢 還想要跟你們分享就是 一個小小的戰利品 可愛 其實就是這種箱子在歐美都還蠻流行的 然後有各式各樣的主題 然後這一個呢 我借它是日本的 它裡面就是全部都是 可愛的卡通人物的周邊產品之類的 那為什麼會收到 是因為 我之前是看 我不知道你們認不認識 就是有一個YouTuber叫做 Machia 他是 義大利人 然後他是 另外一個YouTuber 很有名很有名的 遊戲 的YouTuber 叫做PewDiePie的 女朋友 然後我看了跟他分享的這一個 會覺得超級可愛 因為我本身 跟不愛卡通人物 唯一一個 就是讓我陷進去的 就是 蛋黃哥 然後把影片連結 就傳給我男朋友看 然後他就是 因為我要過來 找他 所以他就 訂了這一個 然後給我 這樣子 我超開心的 其實裡面很多東西 我都已經開始用了 可是就還是想要跟你們分享 而且他的外包裝 就是做成一個 像禮物 就是 短袋包裝的一個感覺 而且他的上面 就是會先放一個是 就是 有點像他的名片的感覺 然後後面有寫他的 網站的網址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我會放在下面資訊欄 你們可以再去看 然後前面就是寫 Thank you 這樣子 好 第一個是 林前包 然後他就是 蛋黃哥 躺著挖鼻孔的 這樣子 然後 就是上面有他的 吊牌 然後可以打開來 裡面就是這種 胖胖的林前包 超級可愛的 然後後面有寫 Kudetama 就是他的名字 好可愛喔 然後第二個呢 是一個 小盤子 上面就是 他躺在炒飯上面 超級可愛的 我不知道上面寫什麼 可是就覺得好可愛 我超喜歡這種小盤子 就是 放在 呃 化妝台上面 可以放一些 鑰匙啊 或者是你回到家的時候 就會把戒指手環 就是可以放在上面 再來呢 是一條 小 手帕 躺在 盤子上面 然後有 香腸 然後 番茄 超級可愛的 這就是出門 出門 流汗 或是什麼都還蠻實用的 放在家裡 電手或是什麼 吃飯的時候也可以 不一定要帶出來 就是一個小的蛋包 然後 它是一個吊飾吧 就是沒有什麼其他的功用 可是就一樣很可愛 而且它每一隻的 吊牌都長得不一樣 像這個是 超可愛 這是筷子 筷子夾 他的臉 超可愛的 之後要把它拿出來用 這個是一個 手機套 然後上面就是全部都是 就是 蛋黃哥 就是跟培根 的照片 這樣子 圖片啊 然後還有它 肉屁股的照片 超可愛的 然後就是可以放手機 在裡面 我覺得也可以拿來當那個 擁有卡夾 因為這個可以掛在包包上 然後你就塞進去 塞深一點 就 就不會掉出來 然後可以掛在包包上 也可以當吊飾 好 下一個呢 是 行李吊牌 那就是一個它坐在蛋殼上面的 然後行李吊牌 然後 後面就是寫 travelling 然後 這邊就是有 可以寫 的名字 地址 電話 等等 這樣 接下來這一個 是我裡面 最喜歡的 第二名 是化妝包 欸是化妝包吧 就是一個小袋子 然後是做成就是 蛋黃哥裡面 那個浴紙燒的樣子 它很好就是它 它是做拉鍊的 然後裡面呢 是這種就是 點點的 它做得很精緻欸 然後它除了這邊 這一個拉鍊之外呢 背後也有一個拉鍊 然後你就可以放一些 呃長條狀的東西 或者是你 像我自己這邊就是 譬如說 當化妝包 這邊就可以放一些 眉筆啊 或者是唇膏 然後或者是小東西 你比較 就是 怕找不到的東西 你也可以放在這邊 然後有拉鍊 我覺得超級方便 嗯 用一陣子 而且它這超級好摸的 就是有一點 絨布的那種 質料的感覺 再來呢 第一名 第一名是 它裡面還有附一個 超級可愛的 是項鍊 然後是我現在帶的這一個 然後是荷包蛋 不是特別是蛋黃哥 可是就是相關的 周邊產品 我覺得超級可愛的 然後我 呃 飾品 我很喜歡 就是金色的 鏈子 或者是 以金色為主的 像它後面這個就是金色的 然後它還 中間凹進去 然後前面就是一個荷包蛋這樣 超級可愛的嘛 我超級愛的 收到這一盒打開就覺得 整個人都融化了 看一下它這一盒 就是滿滿的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想要跟你們分享 最近買的一些東西 然後裝在這個袋子裡面 其實我本來想要 這個另外做一個影片的 然後我在等一個 就是ASOS 我在網路上面買的 嗯 一些東西 有想要一起做一個就是 戰利品的影片 結果 我的包裹好像被弄丟了 所以我就想說 嗯 小小的先來分享一下 因為我覺得買 有一個東西 一定要 就是怎麼能不分享 然後第一個 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就是在這一個的 有點像是 就是開架的 藥妝店 就是很多的 開架式的美妝產品 這樣子 然後全部都找得到 然後在這邊買了兩個小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是Maybelline的 Babys skin 它其實就是 嗯 臉部的打底 就是在底妝之前上的 它就是擠出來 是透明的樣子 然後其實用量真的很省 只要一點點 就是這樣 透明的 然後上上去摸起來會覺得很 就是滑滑柔順 讓整個皮膚都變得很柔順的感覺 第二個東西呢 是 這個 我已經猜出來了 這個是 剛好也是Maybelline的 它就是 就是意外看到覺得 很有趣 然後又看到它寫24小時 Super Stay 然後24 就是可以維持 24小時就可以維持很久 然後色號是 615 就是 有兩端 一端是 這個是唇膏 然後裡面 就是有一點像是唇蜜的那種包裝 然後這個 我覺得很好上 就是它前面是做的這樣尖尖的 對 所以我今天就是用這個 它顏色這樣看起來 是有一點點 嗯 有一點點 深的 咖啡 粉色的感覺 然後它是上上去之後 大概一分鐘左右就會全部乾掉 然後完全不會 就是碰到 然後就沾到別的東西 像我現在這個已經完全乾了 就是是完全不會沾的 我第一次用這種就是會乾掉的唇彩 我覺得好好玩 然後顏色也很漂亮 那另外一頭呢 是 嗯 透明 有點像唇膏這樣子 然後他們說這個是 嗯 就是可以fix 因為它非常的 很快就會乾掉 因為它非常的 所以就需要 萬一你就是上歪掉還是什麼 就可以用這個來修 好 所以就正在美妝 美妝店買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呢 是我去 H&M買的一個小東西 就是之前 尼斯新開了一間H&M很大間 就是有 好像三層樓吧 然後 我們就去逛這樣 那時候就看到一個 就是視頻 然後就覺得好好看喔 本來想說覺得太狂張 可是後來又覺得嗯 拍影片的時候可以用 所以我就後來還是去 就是把它帶回來 大概就是一個很像髮圈 髮圈的東西 然後上面有花 我覺得超漂亮的耶 就是 紫色 粉色 然後它還有一些 就是綠色的葉子 我還沒有用過 然後就像說 比如說 化妝的時候 就可以把 用這個把妝髮幫起來 就是這樣 我覺得很漂亮嗎 忽略這個 我覺得超級漂亮的 畫面看起來比較豐富 就是跟我的髮色很 很挑這樣子 然後這個也 我記得還蠻便宜的 這個是 3塊99 最後一個我在 Feveral買的就是 眼影盤 本來去想要買的是 TOOFACE 就是另外一個很可愛的 的品牌 然後他們家的眼影盤 就是很可愛 然後聞起來有 巧克力味的那個 可是去到現場之後 就整個被迷惑 然後 因為這邊是 我前面是TOOFACE 然後後面是 UVERGEEK的 然後我就 來回一直 一直猶豫 到底要買哪一個好 然後我到底買了 哪一盤呢 就是 應該不意外吧 今年新出 然後整個包裝 全部都 就是 大改變的 一盤這樣子 然後外面就是 這樣子 有一點灰 煙霧感覺的 包裝 然後後面就是 它的顏色 還有一些介紹 裡面除了眼影盤之外 它還有附的是 就是有點像它的說明書 然後有教你怎麼 怎麼搭配 就是一些簡單的 畫法 這樣子 打開來 裡面就是一個 大鏡子 刷裡面是12個顏色 然後 會配一個 眼影刷 然後這次 我覺得它這次配的眼影刷 比較特別的是 是這種 因為是 Smoke It 所以 它配的是這種 暈染刷 就是源頭的 然後有小的跟大的 就是這個還蠻好用的 刷毛蠻軟的 然後裡面就是從 呃 有亮片的顏色到 霧面的顏色都 很齊全 然後從淺的到深的 那它這次也有就是 深紫色帶亮片的一些 顏色 然後有銀色帶亮片的顏色 然後打亮色跟就是暈染色 就是當然都很齊全 今天用的是 嗯 這個灰色跟咖啡色 就是灰色是我今天上面的主色 然後用咖啡色來整個暈染 然後像今天 美股打亮的話 用的是這一個 然後今天剛好搭配就是 有一點點冷色調的唇膏 我覺得很適合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為止 今天跟你們介紹了就是 就是我之前收到的QBOX裡面的蛋黃哥周邊的商品 然後還有跟你們介紹就是我最近 拜了一些戰利品 然後都是我很喜歡的一些產品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然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一個讚 如果你喜歡我的就是這類的分享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才能接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好希望你們都有度過一個就是超級開心的一個週末 那我們下個禮拜天見囉 掰掰 我們下個禮拜 也可以看 我們下個禮拜